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于金瓶梅的问题 说不尽的金瓶梅 第一个问题 或者分享 他说 我想多数人 应该都是混杂者怜悯心 慰惧心 欢喜心 效法心 故意凡夫 我们知道 东吴弄诸客 在金瓶梅的续言里面 曾经说 读金瓶梅 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 生慰惧心者君子也 生欢喜心者是小人也 生效法心者是禽兽儿 我记得我在讲的时候 我当然也说 可能我们普通人 都会同时混杂有 这些不同层次的心吧 但是看我们是在 什么样的程度 但是我想 也不能说我们就是凡夫 金瓶梅尽管 可以说它是 一部平凡人的宗教剧 就显示我们这些 云云众生都所具有的 那些情欲和败坏的 但是呢 我们如何去走出金瓶梅 我想可能要从心灵的建设开始 金瓶梅的这些云云众生 他们是可恨 而又可怜的 就是因为他们 其实内在的一种精神世界 其实是非常的苍白的 我们如何在今天这个时代 重建我们的高贵 我说的这种高贵呢 恰好是一个稀缺品 我们今天好像大家都乐意的谈论低俗 都觉得以低俗为荣 以高贵为耻 这不过也是在接续 金瓶梅的故事而已 我想我们是平凡人 但是我们是平凡而高贵的人 我们要活出自己的个性 活出自己的尊严 活出自己的自由 我觉得这是我们走出 金瓶梅的世界的一个 重要的途径之一吧 好 下面另外一个问题说 一部伟大的小说 是怎么念成的 他说金瓶梅和红楼梅两本书 他都读过五遍以上 个人认为红楼梅比金瓶梅高得多 这一点我也是赞同 因为审美问题 有时候是一个个人口味的问题 如果是个人口味的问题 有时候是没办法进入 真正的所谓的公共理性的 一个探究的 就大家争论去争论来 没有太大的结果 尽管我们说审美 会有一些普遍的标准 比如说艺术成就来说 他对于情节的安排 是否合理 人物的塑造是否饱满 等等 包括他反映的这种 世界是否高贵 这些当然是都没问题的 所以说整体来说 我觉得你偏爱红楼梅 还是偏爱金瓶梅 这个没问题 但是非要比个高下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各之一说 那么接着这位朋友评论说 金瓶梅很现实 不过也仅仅是现实 同类题材的也很多 我倒不认为 金瓶梅的同类题材有很多 像这样的白颗全书式的 有些当代作家也会很讲 很会讲故事 也会讲很多现实的恶斗 人性等等 但是讲到恶斗 人性背后 能看出那种慈悲心 怜悯心 我觉得读金瓶梅 读多了 你会有一种温暖 真正的温暖 这个是很难达到的 我倒认为读红楼梅 读到后面 其实真的是有一种悲凉的 其实红楼梅 比金瓶梅更凉 红楼梅的作者 在某种意义上 比金瓶梅的作者更加的冷漠 这是我的一种 也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感觉 是吧 所以你说到很多现实派作家都可以 但是现实派作家 他包括对西门庆 对潘敬天这样的塑造 他的这种人物的 这种饱满丰富内心的这种挣扎 我倒反而觉得 你要真要找出超过金瓶梅的 也很难塑造 是吧 那么红楼梅的文笔是超一流 也不一定了 当然有很多经典描述 我记得我讲金瓶梅 有分 加上分析过非常多的一些 人物的这些说话 他们的这种细节 是吧 但是红楼梅里面 对很多人物的塑造 也很单薄的 金瓶梅的人物整体 个个都很饱满 都很生动 红楼梅里面 有很多人物的塑造 其实是非常的 这个单薄的 是吧 这个就不用说了 尤其是曹雪芯比较厌烦的 像贾桓这样的一些 反面的这些人物 赵一良等等 是吧 我们读到真的觉得厌恶 但是呢 红楼梅 金瓶梅里面这些 哪怕再恶的 像潘金莲这些 你基本还是 没有太大的厌恶感 最后你都觉得 他们都不容易 对不对 这个又是这个问题 他又说 比如说贾宝一这样的人 等比金瓶梅 立体的多 包括很多的丫鬟 红楼梅 我觉得其实是存在很大的过度解释的 我是认为 比如红楼梅里面 王熙凤 王熙凤当然是篇幅也很大 很精彩 是吧 但是你说别的一些 一些人物 可能就是一两句话 比如说包括林黛玉一两句话 我们可以做出特别丰富的文章 要挖掘背后的含义 反映到他的什么样的性格等等 但金瓶梅 我们解读有时候不需要这么过度的解读 所以说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至于说红楼梅开辟到另外的天地 自己就高峰 我曾经说过 金瓶梅是大地 红楼梅是天空 但是天空离不开大地 大地离不开天空 也不能说天就一定比地更高 这是不能说的 但是红楼梅的天空 其实这个命题我也要说 就从信仰和价值的层面 还真不能比高下 他们可能都是最终也归于佛 归于道 或者归于乳 这个你都可以说 是吧 大家都有争论 红楼梅是反映到儒家思想 道家思想 佛家思想 金瓶梅也一样 金瓶梅很多人还在争论 到底反映到佛家 儒家还是道家 所以说从天空 天空的层面 信仰层面 也没有太大的高下了 这也是我们的天花板 这不说了 然后呢 另外一个问题说 从西门庆的热和武松等等 看人心 当然了 金瓶梅是热中有冷 冷中有热了 是吧 这个张祖坡已经有很多的批判了 对不对 武松呢 我对他整体是一个反面的评价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渣男 对吧 完全我们受到水浒的一些影响 其实我们对水浒的这个生命情绪 因为这个英雄的 这可以随便杀人不负责任的 好像打个老虎就成为英雄 是吧 而反而是西门庆 他表面上热 他的背后有一些无奈 是吧 但西门庆呢 他既糊涂 他也看到了在人事当中 在异海当中震扎 有时候就需要这样的一种难得糊涂的 或者一种方式 或者装糊涂的方式吧 那你说他有多高明 他的高明也仅仅是在为人处事的 明智的层面 就是这个不会贪小便宜 吃大亏 他是吃点小亏 但是对于那些真正的大的一些商业 大的一些东西 西门庆是非常精的 我说的是在金钱的层面 但是最终西门庆还是糊涂 糊里糊涂的生 糊里糊涂的死 像活在梦中一样 是吧 这是另外一个事情 然后呢 大家都比较关心潘金莲跟武松 说李汉子潘金莲 与直男爱武松的爱恨纠结 认为我对潘金莲和武松的关系的解读 是不是有点过度了 这个大家可以去听我的这个解读 我关于武松是个渣男的这个评价 有非常多的文本上的依据 非常之多 是吧 所以说我不认为这个像武松这样的人 他要么就是存在的性冷淡 要么就存在的这个道德上多么的高尚 我的解读视角是 如果武松在道德上如此高尚 性如此冷淡一定是有问题的 他毕竟是一个那么阳刚的一个男人 是吧 是吧 武松也不是不懂 他也给潘金莲送了一些绸布啊 布啊 他还是会这一套的 他不是不会是吧 所以说他比如他道德上的这种所谓的洁癖 针洁关其实可能反映了他可能在这方面 他受到过挫折 是吧 所以他有一种原始的这种欲望 创伤意 创伤技艺 欲望的创伤技艺 所以他要去弥补 我这里面有解读的 他是为了弥补自己对他武大等等不照顾的这种道德的缺失 所以说再加上他是后面终于成为江湖中人 江湖中人必须要有一种道德化的一种人设 自我的塑造 所以他必须给为自己塑造成道德的高人 所以说他才会做出这种极端的行为 也是弥补自己道德上的亏欠 所以我对武松的解读是有点精神分析的解读 什么样的理论视角不重要 就是都是你的解读的事业和工具 但是你要说过度解读 我还真不完全认为是过度的 好吧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说花子虚 因弃父皇权 李平儿主动败姐妹 李平儿那么有钱 为什么非要嫁给这个什么谁谁谁的 这个两回事了 李人就是李人 在当时的那个男权社会体制之下 你再有钱你不安全 你有钱你也都找一个靠山 是吧 你才是安稳的 你有钱多少人要打你的主意了 西蒙庆 你们知道他一走 他的家长都被大家洗劫而空 刮分了 是吧 那像李平儿这种一个弱女子 在这样一个江湖险恶的这个世界上生存 他必须要寻找一个靠得住的 花子虚靠不住啊 是吧 那在当地肯定是攀离邓小贤嘛 像西蒙庆这样的人 就能靠得住 所以李平儿也会有他的眼光和他的算计 不要认为有钱就有一切 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的 是吧 好 下面一个问题 我不认为吴月良就那个大老婆 刘毅成竞记 只是像他所说的长辈对小辈的关爱 似乎男性的学者比较厌恶 吴月良反而理性相对理解一些 他本分一顿保守 但也不是善良 金平北里面没有一个放大惊吓的好人 就像李我 是的 我们读金平北最反感的是道德评判 就是我喜欢谁 我讨厌谁 这也是读金平北跟读红楼梦 最大的不同 读红楼梦我觉得跟一些红利在一起讨论 就容易吵架 但不能说我更喜欢贾宝义 我更喜欢林黛玉 我更喜欢薛宝采 尤其是关于林黛玉跟薛宝采之间 基本上就是喜欢林黛玉和喜欢薛宝采的 就分水岭 就成为喜欢红楼梦的两个派别 是吧 大家之间就是争吵不休 就好物 我觉得为什么读红楼梦总是读得那么 那么多人就是一节和成节 都读成一个道德洁癖 都认为自己是最高尚的 然后都看不上别的读红楼梦的人 我反而是发现读金平北的人还挺好 没有谁说都一读金平北 别说谁看不上谁 对吧 也不会说你更讨厌谁 你更讨厌谁 没有的 是吧 金平北里面很多人问你最喜欢谁 那我就说那我就喜欢潘金连呗 是吧 都是恶人 我也喜欢吴月亮 我并没有说吴月亮就是一个 对有些人像张祖坡 他对吴月亮是反感之急 那张祖坡他是一个评论者 是吧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整体来看 吴月亮真的就像你说的不容易 在古代那种一夫多妻制的体制之下 大老婆不容易 是吧 很多东西你有多大的形象责任 权力你就有多大的责任 西门庆走到以后 他的那些行为看上去非常的这样的残酷 把该赶的人都赶走 但是他不赶 这些人也是分崩离席 对吧 那他怎么去树立前面 怎么去维持一个家 这个很难 所以说吴月亮 整体上是个在那种体制之下 塑造起来的比较正统的人 比较正常的人 但这个正常可能换一个视角也是不正常 而且他具有那样的一种人格 所以金平米笔下 没有坏人 没有好人 对吧 那么吴月亮 当然他跟陈静记之间 这个是有点过度解读的 这个我承认 很多人说吴月亮是不是跟陈静记 也会有一腿之类的 这是有些过度解读 但是呢 确实 你想 我是这样认为的 在金平米里面 每个人都是性压抑 比如说潘金莲等等 都是性压抑 毕竟在古代社会 你想西门镜整天出击花天酒地 大家一入侯门 深四海 然后他进入这样的 妻妾成群的家庭 平时也有这种原始欲望 这个欲望是基本 而吴月亮作为大老婆 他还要维持自己道德形象 那可以说性方面最压抑的是吴月亮 我觉得一下碰见这个 陈静记 整天可以在女人堆里面混的 那也不是说没有产生过这样的一种想法 这也是一种人性 这个我们不能过度解读了 不说了 这个 后面说老师了解易经吗 一不易经 岂止是不大精神 如果没有一点慧根 可能穷极一身 都未必能知其一其二 怎么可以用轰篇这个词 可能我是讲的时候 无神仙皆是命运 是吧 一玩人偏偏不信 这个 是这样的 也许我在讲的时候 顺便我会 所以说易经 从站在一个 所谓的理性的角度吧 是吧 但是呢 我觉得 如果你真是读透易经 你不会说 没有一点慧根 不可能穷尽一样 意思就是 可能你会更有慧根啊 之类的 是吧 我觉得 这种说法 可能都会有一种傲慢在里面 易经当然 确实 闲之又闲 是 有很勃大智慧 很多时候之所以有智慧 就是很多问题 他不一定要跟你讲得那么明白 他要靠你去误 也可以根据他的话 有不同的这种解 解释 所以说 用科学的说法 就是易经之所以伟大 是因为他不可能被证伪 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形象化的思维 然后经过归纳总结 得出来的一种智慧 这是没问题的 我没有否认 对吧 有很多道理 他毕竟是归纳总结 是吧 但是你要说 这个东西真的是普遍的 可以验证 他要求的变量太多 在我看来 是吧 所以确实是需要很大的慧根的 所谓的慧根就是需要有很大的精力 人的精力有限 我们首先承认自己都有限 所以我们穷之一生 如果去要参透易经 我觉得 以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无限的事业当中 可能还是有点 就看你愿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了 好吧 好 祝福你研究疫经 能够好运 能够研究得很通透 对不对 好 中国古代发生饥荒的时候 都可以一子而食 那么面对贫穷 让妻子卖淫 又能算什么呢 不过是为了活下去了 道德在生存面前是没有位置的 哎呀 你倒是看得很开很通透的 有这种情况了 是吧 其实今天也有了 对 我们为了谋生呗 有时候就不得不做一些交易 是吧 在金钱面前 生存面前 你只能低下这个通路 所以也有这一种说法 道德有时候也是要 要迎合生存 但是如果生存的质量 如果没有道德支撑 那也只能会越来越糟糕 所以说你以这样的 非常的贫穷 然后来说这个卖淫的问题 可能也不是一个比较 比较有充分理由的解释吧 不算是 是吧 一子而食 那也有很多人 在最穷困的时候 他也不会卖自己的儿子 是吧 越穷的人家生的孩子越多 是吧 你干什么呢 你生这么多孩子干什么呢 你生这么多孩子 你不是犯罪吗 对不对 你又养不起 你又不能给孩子更好的 这种环境更好的 更好的教育 你生他干什么 养儿防老 儿子比你还混得差的 他能养你 结果你老来还是受窮 还受气 何苦难争 我觉得中国人的这种观念 要发生变化了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 不仅说是 你满足你的生存 你要考虑 别人 相互尊重 是吧 那么让妻子卖赢 那干脆你别让妻子卖赢算 你自己去卖生 你当鸭子就行了 你为什么卖妻子呢 是不是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你这种解释 道德在生存面前没有位置 是一个太概括的 太拢而统治的解释 道德的原则要具体化 刚才说的 换位思考的能力 不用妻子卖赢 你去卖吧 是吧 那个 有一个人反驳我了 很好 我喜欢大家反驳我 老师后面讲的 有些没有原则 上一集 李平安不想让李贵姐 亲自己的孩子 多少觉得有点脏 这不是正常人之常情吗 这集潘金莲总想害别人 平安临死前 祝福吴月娘 这时候潘金莲 有什么可怜的 是吧 我刚才说的 就是金兵兵里面 可恨之人 都是有可怜之处 李平安 李平安是这样的 他当然认清了 潘金莲这样的一种 嫉妒的这种火焰 所以说 其实吴月娘 你说蠢嘛 也不蠢 在那种妻妾成群 其实大家都 都具备到 一整套生存的这种本事 就相互的这种勾心斗角 勾心斗角 这个是没问题的 是吧 我们知道潘金莲 对确实好几次 那潘金莲 李平安母子 确实就是他 他活生生的 这个害死的 是吧 所以说这个 李平安的这个 祖父潘金莲 没问题 就防潘金莲 这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好像我没有太多的 为潘金莲辩护吧 对吧 我只是说潘金莲 有一种生命的激情 这是没问题的 但李平安这个东西呢 是的 李平安他也是应得的 从道德的层面 最后 这没办法 是吧 那种生存 你投入这个环境 然后呢 你也是在放纵 潘金莲的作恶 你对自己的 你很糊涂 你对自己的能力和失灵 你也缺乏一些正确的评论 这个当然我们也可以 这个旁观者 腰不疼 说话 是吧 没有同情的理解 但是我们就说 如果要分析 要同情 我们就同情的理解 要不同情 我们就冷静的 去分析每个人的 这些错误 我们从道德层面总结是 有些错误 其实是可以不犯的 人一生 但是呢 在处境之下 那属于你的命运 你也没办法逃避 可能这就是李平安的命吧 是吧 好 然后呢 都说男人和女人 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老师对于西门庆 爱的方式的解读 是否建立在 男性思维方式的基础之上呢 李人对爱的需求 和情感的表达 确实与男性有质的区别 我觉得两个物种 能达到理解就不错了 根本不可能达到 真正的讨议 是的 你说的很对 我对西门庆的这种 爱的方式的解读 就是建立在 男性思维方式的基础之上的 并不一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我赞同男性的思维 我只说在那个时代 就是一个男前至上的时代 一个男人 站在他的视角 西门庆当时 一定就只能是这样的 一种爱的方式 那你说那时候 女性对男人的爱 也不是女性的思维方式 我想说的是 那时候女性对男人的爱 爱的方式 仍然是男前主义体制下的 爱的方式 包括女性之间互害 互相残害 弱者当中的互害社会 为了争宠 像潘青年 他不是也就想当老大 是吧 他从媳妇拗生婆 都有这种想法 对吧 所以说他也是一种男权思维 我记得我也专门强调过 潘青年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 对吧 因此呢 他们也不是两个物种吧 都是在男权体制之下 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 这是没问题的 还有人说 事实上是看不破也忍不过 有多少人能看透红尘 有多少人能知道世俗的欢愉应该截止 有多少人能够知道向死而生 所有人都是红尘当中挣扎的欲望之徒 对的 尽管金平妹的作者说 我们是看得破还忍不过 但确实实际上 这些人既没有看破也没有忍过 确实如此 他们看破的可能仅仅是短期的 那种世俗的欢愉 好像我就能够获得一些好的利益 暂时能够满足我的这种生存 和满足我的这种愉快 快乐 但是从长远来看 他们都是糊涂蛋 是吧 西蒙青我刚才说 像梦牛一般的走过了一生 所以包括我 我们要说 我经常说 我们看金平妹实际上 是在看我们自己 记住 我们今天的时代 今天是我们的糊涂程度 其实与金平妹是 有过而无不及的 我们同样是没有看破 也没有忍过 我们都是在红尘当中挣扎之徒 所以读金平妹是一面镜子 是来照耀我们的 而不是说 我们比这些人更高明 是吧 更高明 这是一个问题 有些问题 我跳着回答 是吧 有一个问题说 人人高于西蒙青 谁人低于西蒙青 西蒙青是人人 人人都是西蒙青 这也是一位听众朋友的一个总结吧 对的 这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 我们永远不要认为 你比西蒙青更高明 西蒙青很厉害的 西蒙青换到今天 也就是马云这样的人物 对不对 没问题 他也是富家一方 对吧 最后也是糊里糊涂的死气 我们今天多少男人 不也是这样吗 挣了点钱 然后就开始 男人有钱就变坏 然后就在权力欲望当中 不当地挣扎 所以我们人人都是西蒙青 我们有时候其实 有西蒙青的念想 但是没有西蒙青的能力 所以在西蒙青旁边 也围绕了印钵街 这样一批 所谓的门客 是吧 所谓的这些石货 他的经纪人 对 然后呢 下面有一个人说 不要把庞春梅 说得那么高尚 胭脂春梅心里 对陈静青 这个年龄 和他差不多的小白鸟 没感觉 更何况现在 宠爱他的西蒙青 已经死了 尾声医陈静青 也是他心里所愿吧 而且他心里 其实对潘金莲 是依赖的 一种精神的依赖 因为有了潘金莲的 爱联和维护 他才能在西蒙府 能够跟个大小街一样 张扬跋扈 之前在吴叶良身边时 他在心高气傲 也不敢像 跟潘金莲 在身边这样张狂 一个无依无考的丫头 有了潘金莲的疼爱 胭脂 他不是对潘金莲的 精神的依赖 没问题 说得很好 我对 我现在反思 我在讲课的时候 有时候确实 也会有一些夸大 对吧 我记得我把 这个春梅 确实是说 他是比较显得很高贵的 尤其最后他被赶出门 扬长而去的 那么一些场景 是吧 但是这个人也是很难 很无理的 也是狗障人士的 这个是没问题的 那你正面说得非常对的 是吧 一个人的情境 所以处境 其实决定了他的选择 以前他确实就是 辟都不敢放营过 在那个时候 他没有好的靠山 现在潘金莲 能够张扬把火 那当然他就把 他的内心 这一狂野的这一面 就激发出来了 是吧 处境决定了他的选择 是吧 所以说人你说 也都是智慧的 其实人做出任何方式 包括他走极端 他显得很不讲道理 可能对他自己而言 是他根据他的生存处境 做出来的一个 最佳的选择 只不过我们认为不最佳 但你站在他的处境 站在他的性格角度 你可能也会做出 那样的选择 对吧 所以他确实对潘金莲 应该是有精神依赖 但是呢 我们也不要固化 精神依赖这个词 我们今天可能受 受所谓的自由 政治正确的 这么一种影响 好像一说到精神依赖 我们就觉得 其实爱就是一种依赖 是吧 他对潘金莲日久生情 两个 对吧 就是两个孤独的灵魂 终于能够碰在一起 你想以前的这种 这个小姐跟丫鬟之间 确实就是比现在的闺蜜 还要亲近嘛 无话不说 帮助做很多事情 对吧 了解很多秘密 然后呢 确实肯定内心都有互相的这种依赖 那你后面说 潘金莲其实对庞春美也是很依赖 最后庞春美一走 潘金莲也是 他的生活状况一塌糊涂 每况一下 没有庞春美帮他做一些提醒 做一些挡箭牌 对吧 那所以说吴月亮也很智慧 吴月亮知道 是吧 这个我要 我要开始收拾潘金莲 我要先把潘金莲身边的人 先收拾走 先弄走 一步一步的来 对吧 这和今天反腐 什么是一样的 对吧 好 既然陈老师是在讲读金品梅 那就把老师对金品梅的观点 理解看法 讲出来即可 涉及到其他人的观点 想说一下 直接摆出来即可 没有必要经常长篇大论的 去批判张主播的 观点和看法 张主播的了不起 在于他是第一个 给了金品梅相对客观评价的人 认为金品梅是奇书 二非银书 在那个时代 开创了这个先河 所以后人才可以 更加光明正大地去接触 这本伟大的著作 他固然有自己的偏颇 但我们想听 老师解读金品梅 而不是解读张主播 否则自己 不是也陷入了一种 和张主播一样的 主观和偏颇 等等等等 我觉得你这个说得很好 但是你可能对我有很大的误解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批你还是看得起 所谓的这种学术 它是在对话当中 不断地前进的 我在讲金品梅的时候 确实我是引用了 很多张主播的评价 就是因为我觉得 张主播非常的了不起 是吧 张主播对金品梅的评价 从审美的一个角度 真的让我们有一种正本亲缘 让我们有一种豁然开朗 如雷贯耳的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说张主播是我解读金品梅 我可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线索 是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张主播的局限 我们就像解释学来说 是吧 作者读者和文本之间 它是一个解释学循环的关系 我们要承认每一个读者 他会带着自己的前见 偏见进入文本 但是在解读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去修正 自己的前见和偏见 而张主播他的遗憾是 他走得太早 可能就二十七八岁 是吧 所以说他这个天才 我们知道他有天才很深刻 但是确实当时那种环境 也会让他室有一些偏下的 观念上 就张主播解读金品梅 很多时候可能还是站在一个 正统的儒家的立场 所以说我觉得 可能很多方面 还是对金品梅 确实应该是有 很大的一些误解的 就不像金品梅的作者 持那么一种 从容和开放和慈悲的一个心态 但是有时候人的偏 人的这种偏激和人的深刻 往往是一提两面的事情 所以说我要感谢张主播 但是我们真正的这种 对文本的理解的推进 学术的推进 哲学思想的推进 都是在这种相互的对话 和批判当中产生的 只要我们的对话 是有意义的 是一种论证式的 探究式的 而不是人生功细 而不是有很多的情绪 我觉得这种对话 是很正常的 是吧 所以我也做一番解释吧 是吧 好 然后他说 还是有些欣赏他们的爱情 起码潘金连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而且敢一样 不吃一样 有能力去要 这是一种真实很自我 我爱金连 爱的是他的不虚伪 其实我们在俗世里苟活 苟活 有几个人真有资格平头愣住 大部分只活成别人的要求 其实很可怜 是吧 这个很好啊 是吧 我觉得你们都很厉害 这个是的 我们喜欢潘金连 就是喜欢他这样的一种 不需以为真诚 但真诚有时候也是会带有很大的杀伤力的 是吧 所以潘金连当然最后他也死于自己的真诚 死于自己的 我们知道有时候文明啊 就也是需要 需要压制自己的一些自我和真诚的 是吧 所以说张 潘金连在那个时代 他敢于想要自己的东西 敢于去追求 这是可以的 但是呢 整体上 他的效果 仍然是这样的勾心斗角 其实每个人都敢于要 我刚才说了 包括邱吉 最后他的丫鬟也是复仇成功 是吧 那邱吉也敢要啊 谁不敢要 李平儿不敢要吗 李平儿要啊 他也是根据 他觉得自己在爆发力上 他敢不过潘金连 我就只有采取另外一种方式 避其锋芒吧 对吧 然后呢 我就好好的让西 那你 那没办法 是吧 有时候也是 那西门庆也有他自己的无奈 是吧 那西门庆是的 他后面肯定是最爱李平儿的 是吧 但是呢 他没有做到保护李平儿的 这么一种责任 但在那个时代 男人就是这个怂样子 是吧 你也不能期待西门庆这种人 更多 他而且在妻妾之间 他也要学会一种平衡术 他想一碗水单品 或者要玩这些 这种平衡的艺术吧 是吧 甚至也希望 其他人勾心斗角 更有利于他的统治 最终当然也是玩这种游戏 玩多了也很挺无聊的 对吧 但是呢 那就是这样 所以说你不能怪西门庆 是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选择 而这种选择是由他的生存的境遇 或者境况 所决定的 是吧 我们也不能因为说西门庆 没有很好的保护李平儿 那否则的话 那西门庆 你也不能说他不爱叛金脸 我甚至也曾经解读过 西门庆其实说不定爱叛金脸 是爱得挺深的 当然西门庆本来就是个潜人 他干啥都很潜 很肤浅 是吧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你也不能说潘金脸都选择没有道理 是吧 那潘金脸就像他有一种权力欲望 权力意志 他如果在这种环境之下 他又没有权 又没有家庭靠山 你说那个 对吧 别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靠山 而潘金脸是没有的 所以他怎么办 他只能采取这种更激烈的方式 他只能扩大自己的权力 否则他就不能保护既有的权力 哎呀 对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整体 就是拉拉扎扎的回答一些 关于金脸的一些问题吧 好吧 可能大家都不满意 但是呢 我是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回答 展现出我的理解文本的局限 然后呢 供大家去进一步的思考 去进入这一部经典的小说 好 谢谢大家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